大街上,假千金向我下跪,不为别的,只希望我早日认祖归宗,纵然有一万家产可以继承,我都不想回去,因为这家人都太反常了。 一觉醒来,我亲爹亲妈找上门来了,还是个亿万富翁家庭,其实我早就知道,我不是亲生的,我的养父母也知道,不过我们仍然作为最亲近的人,相处了十九年,养父母给我的不少不多,但足够我生活,所以我对他们有很深厚的感情,但是我对钱也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。 正当我陷入沉思的时候,我的养母开口了,小婉,你就和你的亲生父母回去吧,我们也希望你能拥有更好的生活。 我还没来得及感动,和养父母难舍难分,我那亿万富翁的爹,林复斌,便抢着说,不着急,不着急,晚晚想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,我们不着急的。 他还乐呵呵的,我的亲生母亲,叶书华,也乐呵呵的,他们好像还真的不太想要我马上回去,我心想,这么离谱的吗? 按常理来说,按电视剧和小说情节来说,我那高贵人家的亲生父母,为了时我早日回家,应该和我的养父母上演一场抢人大战,甚至威逼利诱才对,没一会,我的亲生父母便打算离开了,走的时候,我的亲生母亲叶书华给了我一张卡,里面有一百万,让我想买点啥就买点啥,不够就去找他要。 送走了亲生父母,我还是恍如大梦一场,看着手里的一百万,从没见过这么多钱,我想我是真的发达了,晚上,躺在床上,想着白天的事情。 我始终觉得,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,为什么我的亲生父母一点,都不着急让我回去呢? 不会是,上网一查,果然,林家,有个女儿,叫林安,从小到大,集万千宠爱于一身,千娇百贵,长得还美丽动人,并且才华横溢,即使我才是真千金,但她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,应该有很深厚的感情吧。 并且这位假千金如此优秀,我却平平凡凡,爸爸妈妈也许并不想承认我的存在,别人一家人其乐融融。 我的突然,回归,不知道是惊喜还是惊吓了,我继续查询着林家的相关讯息,简直盘根挫杂,各种新闻不断,像这种亿万富翁,家庭,豪门内斗,商业联姻什么的,太恐怖了。 我可不想牺牲我的终生幸福,去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,算了,我不想回去了,有这一百万,我在自己努力奋斗,我和养父母也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, 反正我亲爹亲妈,也不差我这一个女儿,想着想着,我便睡着了,第二天,周末,我拿着这一百万,想要去稍贝一番,突然,一个身材,鲜弱的女子。 直愣,愣地跪在我面前,定睛一看,竟然是那个假千金,叶安。 即使她戴着口罩,但我昨晚才看过她的照片,应该不会认错人,姐姐,我求你早点回家吧,爸爸妈妈都很想你。 这是什么剧情?白莲花假千金,为了装可怜,已经演起来了吗? 我一时无语,可是,小美人,眼泪汪汪,楚楚动人,如病稀释一般,我还是于心不忍,拉她起来,受不了众人的围观,我带她去到旁边的咖啡馆,准备和她好好聊聊,开门见山,我并不打算回林家,也不会和你抢爸爸妈妈,所以你不必如此,我们俩今天就当没见过吧。 林安却慌乱地看着我,快要哭了,不不不,姐姐,我是真心想要你早日回林家的,我会和你好好相处的。 接下来,她用了半个小时,劝我早点回林家,并且描述了当林家千金的种种好处,从经济能力到社会地位,不一而足,和她分开之后,我一直在想,这件事情,奇怪,实在是太奇怪了。 整个林家都很奇怪,回到家后,发现养父母坐在沙发上等我,小婉,你回来了,快坐过来,我们和你聊聊。 我乖巧地坐了过去,等他们开口说,却发现养母在悄悄地抹眼泪,这让我着急了,率先开口,爸,妈,你们放心吧,我已经想清楚了,我不会回林家的,我就在这里,当你们一辈子的女儿。 养母停止抽气,挥了挥手,急忙说,不,我们今天是想要劝你早点回林家的,我和你爸其实是没有生育能力的,我们在福利院领养的你,霸占了你十九年,已经很知足,也该让你回到亲生父母那里了,你也应该拥有属于你的,更优渥的生活。 我开始闹小脾气了,可是我真的不想回去,这时养父开口了,小婉,你别让我们为难,去了那边,一定要懂事,不要惹麻烦,知道了吗? 看来,这是要我必须回去了,其实想想,也正常,应该没有哪个富贵人家,允许自己的亲生女儿流落在外,如果我不回去,说不定林家还要来逼迫我的养父母。 我们本来就是普通家庭,经不起打击,我不应该再给养父母添麻烦,最终我还是妥协了,决定过几天就回林家,并且在林家家紧尾巴做人。 告别了养父母,林家派专车来接我回去,慢慢驶入别墅区,看着车窗外繁华的景象,新奇,但也充满了未知的恐惧,远远的,我看见我的父母,以及林安,都站在大门口等我,到了之后,我懂事地开口,爸,妈,妹妹,我回来了。 叶书华慈爱地摸了摸我的头,然后牵着我的手,带我进去,进去之后,眼前一片富丽堂皇,不愧是亿万富翁的家呀。 但我不敢乱看,树活一张皮,人活一张脸,我不想把我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展现出来,饭桌上,我安安静静地吃饭,林复宾突然开口说, 晚晚,你以后就住安安对面的那家卧室,小时小了一点,但是你妈妈已经给你精心布置了,绝对舒服温馨,有什么缺的的东西,就直接和我们说,以后,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 我没想太多,正准备谢过我的亲生父母,叶安却不识趣地开口了,可怜兮兮,姐姐,我原本想要把我的房间让出来的,但是这么多年,我住惯了,你应该不会介意吧? 靠,好一朵盛世白莲花,这么能装,可我也不是好惹的,你装,我比你还能装,没事的妹妹,姐姐不会介意她,你也别往心里去。 她乖巧地点了点头,没再说话了,但我已经明了,林安这个人,不是什么好鸟,从在大街上跪下来求我,到我回家第一天就开始绿茶室发问,很明显,不想和我好好相处咯。 吃过晚饭,洗漱完毕,我躺在床上,开始整理思绪,好巧不巧,林安还和我在同一所大学,意味着我们以后会有很多的接触,想想就烦,甚至还有点失眠。 凌晨一点的时候,我还没睡着,却感觉到我卧室的门开了,我突然紧张起来,我不是反锁了吗? 不会有人想要来暗杀我吧? 姐姐。 竟然是林安,在试探我有没有睡着,我索性也不装了,直接起身开灯,见她一愣,应该是没有料到我还没睡,我直接开始质问她,这么晚了,请问妹妹来我房里干什么呢? 还有,我的卧室明明已经反锁,你是怎么进来的呢? 她也老实回答我,我用发夹,把锁撬开的,牛逼,她一个千金大小姐,竟然还有这种技能,还能在自己家干出这种事,由于明天一早还要回学校,我不想和她过多纠缠,请你现在马上离开,不然我就要告诉爸爸妈妈了,以及,以后没有我的同意,请不要随便来我的卧室。 她应该也是真的心虚,马上就离开了,留我一个人,继续不安着,第二天,司机送我和林安回学校,进了校门,我们好像就是从未认识的陌生人,谁也不搭理谁,校园生活是多姿多彩的,新鲜事物充斥在我的周围,在林家的烦恼很快被我抛之脑后,不幸的是,我和林安进了同一个社团。 不过还好,反正我俩都默契地装作不认识,我们加入的是学校的大学生通讯社,平时需要去拍摄一些学校的活动,照片会在学校的官网,或者官方公众号上发表。 不过还好,然而我才刚进来,这个社团就发生了署名纠纷,事件的主角竟然还有林安。 我迅速弄清楚了来龙去脉,原来和我们一级的一个女生,叫杨依燕,是我们大学生通讯社社长的女朋友。 社长经常滥用职权,帮她以公谋私,明明是林安拍摄的图片,却署名给杨依燕。 其他同学也遭遇过很多次这种情况,但是由于大家的胆小与害怕,一直都没人敢去说,今天终于捅破了这个窗户纸,我想署名谁,就署名谁,少管闲事。 社长高傲地甩下了这样一句话,大家都沉默了,毕竟她在通讯社里,只手遮天,大家都不敢得罪,可是,你们这样,也太不尊重同学们的辛勤劳动。 林安小小的一只,还挂着眼泪,直接站出来对抗黑暗势力,倒是令我刮目相看,社长轻蔑地回答,林安,那我就是想要帮我女朋友,又如何? 关你屁事?卧槽?牛逼? 结今天也是开了眼了,一个大学社团而已,搞得像黑社会一样,路见不平一声吼,该出手时就出手。 这话,林安忍得了,我忍不了,既是想要为林安明不平,也是维护我们所有社员的合理权益,我笑嘻嘻地,然后说,尊敬的社长大人,小心哪天事情败露, 阴沟里翻船哦。 这是还真就关我们的事了,下次再不给林安或者其他同学署名的话,我们就要联名写校长信箱了哈。 社长显然没想到我是个刺头,脸都气绿了,甩手离开,见林安还在抽气,我过去摸了摸她的头,以示安慰,没想到的是,她突然甩开我的手,冲我大吼,不用你管,离我远点。 我一阵无语,好心当作驴肝肺,早知道就不该管她。 晚上回到家,我依然很生气,看见林安就烦,而她却当着爸妈的面,可怜兮兮地问我,姐姐,我可以去你卧室找你聊慧天吗? 真会演啊,可我今天不想陪她演了,见我沉默,夜母出来打圆场,你姐姐最近刚回到咱们家,可能比较累,过段时间再说吧。 她马上答应了下来,乖巧懂事。 哦,想吐。 晚上十点,林安还是敲响了我卧室的门,真是阴魂不散。 我堵在门口,不耐烦地问她,大小街,你到底想干嘛? 她却侧身进来,还把门关上,开口说,今天谢谢你。 我很无语,问她,今天在那么多人面前,你不是说不用我管吗?现在又是唱哪出? 对不起,姐姐,我是害怕杨一烟伺机报复你,才故意梳理你的,从小到大,只要是我的朋友,她都会针对,说实话,我信了,不是多信任林安。 而是我觉得杨一烟这种人,干得出来这种事,见我沉默,她继续说,姐姐,昨晚来你卧室,我只是想要找你聊聊天,我真的很喜欢你的,我们以后好好相处,可以吗? 林安的话,我半信半疑,但我还是答应了下来,在这个家,我不想参加任何斗争,只想舒舒服服地活着,所以,即使是表面上的和平, 我也愿意接受,并且备佳珍惜,第二天,我和林安被叫去了老师办公室,没想到那个社长和他女朋友杨一烟,竟然举报我和林安,说我们搞独立,挑起社内斗争,不利于社团团结,而这个宣传部老师和社长关系很好, 就完全不听我们的解释,认定是我们的错,还让我们回去写三千字,检讨,笑死,身为刺头,检讨我是不会写的,校长信箱倒是可以写一写, 这次,我和林安统一战线,找到了社内许多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同学,打包好了相关证据,连名写校长信箱,揭露夫妻俩的罪行,由于事情恶劣且证据充足,校长很快批复了处理意见,将社长免职了,大家都很高兴,耶, 姐姐你真棒,林安欢呼着,甚至还亲了一下我的脸颊,我先是愣了一秒,然后内心开始欢呼雀跃,家人们,谁懂啊,被美女亲了,突然觉得,林安也蛮可爱的,因为这件事,我和安安的感情迅速升温,宛如亲姐妹一样,她甚至还给我们起了一个CP名, 晚晚,安安,晚安CP,可我们,我们超甜 这周末,林家打算正式宣布我的身份,办了一场宴会,来了好多人,非富即贵,还有很多是林家的至交,我陪着笑脸,心里却厌烦至极,突然,人群传来乱七八糟,低声说话的声音,我迅速捕捉到了关键词, 未婚夫,服了,有钱人家,怎么就喜欢搞这些 只见一个少年从人群中穿越而来,清冷感十足,他礼貌地打招呼,叔叔阿姨,晚上好 而我爸妈十分热情,和我介绍,这是小妇,安安的未婚夫 我也礼貌地和她打了招呼,然后便溜了,终于找到林安,开始八卦,那个什么小妇,你喜欢她吗? 林安很平静地回答我,她叫傅思绅,我,挺喜欢的吧? 看她这个样子,此喜欢非彼喜欢吧,不过,傅思绅这个名字,挺耳熟,我还没思考完,远处有人大喊了一声林安 我抬眼望去,是一个阳光开朗的少年,手里还抓了一只兔子,他迅速向我们跑来,并把兔子递给了林安 然后兴高采烈地说,我从我家厨房救下来的,可爱吗? 林安脸上的阴霾也一扫而去,开心地摸兔子,并向我介绍,这是李一杰,她的发小,我礼貌性地打招呼,今晚这需要认识的人也太多了,看着林安和李一杰亲切的互动,就算安安什么也不告诉我,但以我敏锐的第六感来说,比起傅思绅,林安应该是更喜欢这个李一杰的,天哪,又是豪门联姻。 棒打鸳鸯的戏马呀。 宴会过后,我发现林安坐在花园里的鞦韆上,发呆,其实我已经了然,她应该是在烦联姻的事情,但我什么也没说,静静地陪她坐着,林安小心翼翼地开口,其实,我之前之所以那样想要你回来,是我以为,你回来了,我就不用嫁给傅思绅了。 我很平静地回答,我有点猜到了,对不起,姐姐,不过,你放心吧,我会嫁给她的,也算是报答林家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。 我看着她,安慰的话到口边,却说不出来,因为我是一个自私的人,我无法做到牺牲我的幸福,去成全林安和李一杰。 那么这些轻描淡写的安慰,无关痛痒,也没有什么说的必要,这大概就是豪门的不幸吧。 享受一切优渥的生活,但却要放弃自己最宝贵的东西,一份真挚的情感。 第二天,傅思绅又来我家了,我在不远处安静地看着这场豪门的戏码,却没想到,吃瓜吃到了我身上。 叔叔阿姨,今天我来拜访,是希望可以和林家更换联姻对象。 这件事情,我已和我的父母商量过,无奈他们正在国外,所以无法亲自来商谈。 更换联姻对象?这是打算换成我吗? 无语,这个傅家,不会还在意什么血脉问题吧? 看见林安愣神的样,我深知这件事和她没关系,我现在充满了疑惑,只听见傅思绅继续开口,我和婉婉是真心相爱的, 希望叔叔阿姨可以成全。 不是,哥们,我认识你吗? 我正准备解释,傅思绅却向我走来,寒情默默地看着我,晚晚,我来兑现诺言了。 什么诺言?我失忆了。 现在变成林安吃我的瓜了,但爸妈拉走了林安,留我和傅思绅两人叙话,我实在是忍不住了。 父少,我想我们也就刚认识,到底是哪里得罪了您,您要这样害我呢? 他一猛,可能是没想到我会这样问,缓缓地说,小时候的事情,你都不记得了吗? 你说要嫁给我,我也答应要娶你的,在福河边,我们还一起埋了许愿瓶。 好像印象中是有这么回事,但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,不会还真有人记得,并且当真了吧? 傅思绅走了,说给我一些时间,让我好好考虑一下。 晚上,我躺在床上思考,林安又偷偷钻进了我的被窝。 他问我,到底喜不喜欢傅思绅,如果你不喜欢他,明天就去回绝他,我们一切照旧,这是我应该承受的,姐姐不用心疼我的。 林安义正言辞地和我说,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,我发现林安说话就是茶里茶气的,他也不是搅柔造作,故意装,说话就是这样的。 我捏了捏他的脸,安慰他,这个事情你不用管了,我会解决好的。 不一会儿,林安便躺在我身旁睡着了,我的思绪被拉回小时候,有个小男孩,十分瘦弱,爸爸妈妈好像也长年不在,也可能是没有爸爸妈妈,因为从来都没人来给他开家长会,他总是被班里的同学欺负。 而我是一个极具正义感的人,就帮他出头了,自那以后,他总是喜欢跟在我身后,大概是觉得我能保护他吧,我也没太在意,带他一起玩过家家的游戏,我嫁给你,你娶我什么的,幼儿园毕业后,我就再也没见过这个小男孩了,想来就是副私生了吧。 同言无忌,我一个女孩子都没在意,他却当真了,思考着,我也睡着了,又是一天清晨,副私生准时准点地出现了,我单独和他谈。 小时候的事情,我都想起来了,可是,那只是玩游戏说的话,你不必当真的。 傅私生却急了,可是,我喜欢你,是真的,想和你结婚,成就一个圆满的家庭,也是真的,你不能再考虑一下吗? 说真的,他好可怜,我也有点同情他,傅私生的事情,我昨晚去了解到了一点,他爸妈常年在国外做生意,家里根本没人管他,小时候被人欺负了,也没人照顾他。 而我,勇敢地出来保护了他,可能是他生命中的一束光吧,心疼归心疼,但我还是非常坚持自己内心的想法,对不起。 也许我们以后可以做很好的朋友,但我确实不能把你当作恋人,如果你是因为小时候我帮过你的事情耿耿于怀,那你可以主动解除和我们邻家的婚姻吗? 这样我们也算两清了,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,此时此刻,我只想守护我和安安的幸福,没想到的是,傅私生很利落地答应了。 好,我会去和双方父母说清楚的,但我还是看见了他眼底的那抹失望,他走了,只留下了一个落寞的背影,两家顺利地解除了婚约。 吃饭的时候,我以为爸妈会因为我的自作主张,破坏了林家和顾家的联姻而大发雷霆,结果,父母慈爱地和我们说,如果你们以后有不想干的事情,直接和我们说就好呀,不要藏在心里。 更不要一个人默默承担,爸爸妈妈现在最大的心愿,就是希望你们俩可以幸福,我们会永远支持和保护你们的。 听完,我沉默了,林家好像还真和别的豪门家庭不一样,这里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,大家都很善良,我真的是走了狗屎运了吧,拥有了这么有爱的一个家庭,正当我想着想着,一向沉默的林安开口了。 爸爸,爸爸,妈妈,毕业之后,可以不要强制让我进入临时企业吗?我只想继续做我的服装设计师,过我简简单单,平平淡淡的生活。 而爸妈显然在意料之中,你们俩都放心好了,以后公司可以交由职业经理人打理,你们俩可以去过自己想要的人生。 当这些事情都说开之后,我才发现,当时回到林家之前的那些顾虑都是多余的,这里有爱我的爸爸妈妈,有可爱的妹妹,一切都很好。 在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,讨厌鬼总是准时出场,杨姨嫣借着来拜访的名义,到我和林安面前,阴阳怪气,冷嘲热讽。 哎哟哟,怎么梁姐妹,没一个被傅少看上呀?竟然能被傅家解除婚约,简直就是我们圈内最大的笑话。 我简直无语凝掖,但还是马上对了回去。 啊,我们圈内最大的笑话,不是奄奄你自己吗? 大家知道了,杨氏的千金,在学校里使尽手段,还要靠男人上位哦。 他急了,但半天憋不出来一个屁,我继续补刀。 哦,对了,听说你还过河拆桥,落井下石,我们社长大人被免之后,你就把人家给踹了。 哎,真是可怜。 他的愤怒已经达到顶峰,冲我咆哮,关你什么事啊? 我不甘示弱,那我们和傅家解除婚约,又关你什么事啊? 一向沉默的林安,也开口了,杨小姐,我们林家不欢迎你,请你出去。 杨依烟气冲冲地走了,留我和林安相视一笑,对人真爽。 讨厌鬼就该挨骂。 我和林安再次来到花园的秋千上,这里已经成为了我们姐妹俩谈心的秘密基地。 我不禁问她,那个杨依烟,以前经常这样欺负你吗? 林安有点哽咽了,轻轻嗡了一声,她是千金大小姐,你也是啊,爸爸妈妈也会给你撑腰的,我们林家又不输他们杨家,怕他干什么,直接开干。 林安开始和我回忆过去,小时候,爸爸妈妈的公司处于上升期,每天都很忙,很少在家陪我,遇到这种事情,我也不知道怎么办,就只能受着。 像个小兽气包,我也想到我小时候了,尽管家庭并不富裕,但养父母抽了很多时间陪伴我的童年,给了我最好的爱,让我拥有成长的底气。 而林安,虽然有优质的生活条件,却缺少父母的陪伴,不够自信,更养成了唯唯诺诺的软弱性格,相较于我们俩不同,却又重叠的命运,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。 林安看着一脸愁眉苦展的我,冲着我笑笑,然后轻快地说,不过还好,我现在有姐姐了,姐姐来拯救我了。 我也笑了,坚定地回答她,是的,我来救你了。 番外,大学毕业后,林安和李一杰结婚了,我就知道,他俩有猫腻。 婚礼前一晚,林安又用发夹撬开了我卧室的门,如来到林家的第一晚那样,不过这一次,我早已没有了之前的惶恐与害怕。 姐姐,你休息了吗? 没呢? 她迅速钻进了我的被窝,开始和我聊天,明天就要举行婚礼了,我好紧张。 我轻轻地拍拍她的背,安慰她,放轻松,明天要当最美的新娘。 结婚之后,如果李一杰那小子敢欺负你,姐姐一定帮你收拾她。 林安难难地和我叙说,用发家俏所开门,是李一杰教我的,从小到大,我都乖巧听话,害怕别人不喜欢我。 我也没什么朋友,但李一杰是个叛逆小子,撬锁,翻墙,抄作业,什么都干。 我被杨一燕欺负的时候,也只有她站出来保护我,我缺失的勇气,常常在她身上看见,所以我喜欢她,更想成为她。 她讲完,也便被我哄睡着了。 我一个人思索着,如果说,我是救赎少年,傅思深的一束光,的话,那么李一杰应该也是林安生命里的一束光吧。 人们总是深陷泥沼里,又被拯救出来,凡是那些过往的经历,促使我们成长,都是我们生命的馈赠。 第二天,婚姻顺利举行,有钱人终成眷属,不。 有情人终成眷属,林安终于成就了自己的幸福,我也开心地落了泪,即使我们并无血缘关系,但林安早已是我生命中格外重要的一个人。 番外,我没有进入林氏企业,也没有走入婚姻,组建家庭,在爸爸妈妈的支持下,我出国留学,提升自己去了,正如那句,亲爱的婉鱼,我终于理解了你。 未来,我可能会在巴塞罗那,不过也不一定,也可能是马德里,米兰,我要的生活应该是自由的,居无定所的,每天都有新的风景,新的冒险,把那些该经历的都经历一遍。 既然我的人生已经像一部电视剧,那么我更想活成碗鱼,我始终是我,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,持续成长的勇气。 我不一定需要爱情,但我需要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,我始终都在找自己的路上,临安是脚。 当我知道,我不是临时的千金大小姐时,我是庆幸的,这个身份,让我承受得太多了,我极其渴望真千金,可以早日回到临家。 所以我选择了极端的方式,在大街上和她下跪,希望她可以感受到我的诚意。 没想到,她并不领情,更不想回临家,后来不知怎么的,她突然愿意回临家了,我非常高兴,直接开始收拾卧室,开始给她疼,位置,被母亲看见之后,她很伤心,觉得我是要离开他们了, 但其实我都不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在哪里,也没有想要离开,但是这个卧室我霸占了这么久,理应还回去的。 母亲不允许我搬,但我总觉得不太好,所以姐姐来到临家的第一天,我和她说了一下,只希望她不要太介意,后来听姐姐说起。 我才知道我那句话太绿茶了,这样想起来,我的情商的确不够高,不过还好姐姐宽宏大量,并没有和我计较,甚至教了我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。 没想到,我和姐姐会在同一所大学,不过我很没出息,第一个月就给姐姐惹麻烦了,姐姐她很勇敢,保护我的权益,为我出头。 但我很害怕杨依燕也会是姐姐未眼中定,肉中刺,所以我假意疏远她,姐姐生气了,也不允许我进她的卧室,为了解释清楚事情。 我选择了擅闯,我和姐姐和好了,我很开心,后来我们又一起努力,反抗学校里的恶势力,并且顺利地解决了问题,我们都很开心,在不知不觉的相处中。 我已经把姐姐当作我很重要的亲人,其实,当初那么想姐姐回来,我是有私心的,我喜欢的是李毅杰,我不想嫁给傅思绅,我以为姐姐回来,她作为真千金,她可以去和顾家联姻,就没我这个假千金什么事了,可是姐姐人太好了,我也不愿意将她推向火坑,而且这么多年。 我享受林家的福利这么多年,霸占爸爸妈妈的爱这么多年,这些是我应该承受的,我不应该推给姐姐,我甘愿承受这一切了,没想到的是,姐姐和傅思绅在同年,就认识,傅思绅为了报答姐姐。 傅家主动和我们林家解除了婚约,包括杨姨嫣来我们家捣乱,还被姐姐狠狠地对了,真是太酷了。 感觉从前19年的人生从未如此爽过。 后来,我和李一杰结婚了,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,我还创立了一家原创设计服装品牌,自己是老板,也是设计师,拥有了自己喜欢的事业,每天都很开心。 而姐姐仍然在国外深造学习,她说,她还在找自己的路上,每到一个新的国家,都会给我邮寄新的明信片,风景如画。 感觉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新鲜感,而爸爸妈妈身体健康,但已经把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了,夫妻俩开始了养老生活, 偶尔会去找姐姐的养父母,唠嗑,还会来帮我带带儿子,其乐融融。 我想,真正的幸福大抵就是如此吧,傅思深视角。 毕业后,我接管了父母的国内总公司。 我偶尔还是会想起林婉,看着她朋友圈的分享,依然深深吸引着我,觉得离她那么近,又那么远。 回想起小时候,幼儿园毕业,我父母接我去国外读小学,临走那天,我想要和林婉告别的,我去她家找她,她刚好不在,那天我等了好久,她都没有出现,我们就这样错过了,自此之后,我们再也没见过了。 长大后,我得知我有个联姻对象,因为我找不到林婉,也很没有安全感,这么多年没见,说不定她已经有了归宿,我也默认接受了家里的安排,可是没想到。 命运弄人,她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,再加上我知道林安她也不喜欢我,所知一次,我努力抓住机会,但还是失败了。 童言无忌,她并不喜欢我,也不喜欢被婚姻束缚,正如她所说,也许我们以后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,但不是恋人。 我同意了解除婚约,但我停止不了我的喜欢,两年后,因为国内总公司被我经营妥善,父母让我去国外分公司参与管理,我很激动,因为我去到国外,的话,这样离林婉就更近一点了。 我又可以重新出现在她的生活里,当我踏上飞往国外的飞机,落地旧金山时,我才知道,林婉已经回国了,也许,我们注定遇见,注定错过,注定只是朋友,离一劫视角。 初见林安,是在林家的花园里,她变了两只小辫子,抱着一只小熊。 呆呆地坐在秋千上,可爱死了,但却安安静静地,小小年纪,却好像充满了心事,我忍不住接近她,和她说话,慢慢地,我们成为了好朋友。 听我父母说,林家和傅家是有婚约的,林安注定会嫁给傅司参,不过无所谓,因为我会搅黄,但是,还没轮到小爷,我出手,傅家和林家婚约就解除了,我抓住机会。 开始死缠烂打,让我爸妈上门去和林家提亲,虽说我们李家,没有傅家,那么财大气粗,但我们也是书香门第,在本地赫赫有名的,尽管我家出了我这个混小子,不过还好,一切顺利,双方父母很快达成了一致,我终于可以娶安安回家了。 结婚之前,我的朋友们为了办了一场单身派对,说是为了庆祝我走入婚姻的殿堂,爱情的坟墓,我很无语,我的快乐,他们单身狗怎么懂呢,这个圈子就这么大,傅司参也来了,作为情敌,以及胜利者,看着傅司参在角落落寞地喝酒,我对他不屑一顾,却也懒得和他计较,后来,听安安说起,我才知道, 傅司参喜欢的是林婉,爱,他小子,也怪可怜的。可是,感情这种事,谁又说得准呢?像我和安安这种两情相悦,郎才女貌,天作之和的,这世上少之又少。 对了,我和安安已经有了一个儿子,叫夏夏,一开始,我很不喜欢他,因为有了他,安安就不再只爱我了,把好多时间和精力都分给了他,不理我的时候,都在哄他,感觉就是来和我争宠的。 而且,他刚刚生下来的时候,长得还不好看,他妈貌美如花,他爹英俊潇洒,他却丑不拉几,皱巴巴的,我很嫌弃,甚至怀疑是报错了,几个月后,夏夏应该是长开了,浓眉大眼的,像我,够帅。 还会冲着我笑,我也就慢慢喜欢上他了,不过我最爱的,还是安安,林婉经常吐槽我,爸妈是真爱,孩子是意外,嗯,姐姐说得对,我就想这样,守护他,爱他,从年少到白头,我们几个人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也许还没结束,也许傅思深那小子可以追到林婉呢,人生如戏,我们且向前看吧。